第九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今天将在洛杉矶揭晓 接着这个好莱坞最令人垂涎的奖项会在2月24日颁奖典礼上宣布奖落谁家 众人纷纷开始猜测黑豹Black Panther是否会获得最佳影片提名 罗马Roma会不会成串流影音平台Netflix首部角逐这份荣耀的原创电影 而一个巨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又是否能从金球奖的挫败中重振旗鼓呢 到目前为止这个颁奖季的结果几乎都爆冷门 讲座四散在各类电影中 所以今天美国影艺学院Ambus宣布的入围名单 应该能让大众更清楚洞悉这次奥斯卡的结果 其中一部被受瞩目的电影是墨西哥导演艾芳索科朗 Alfonso Cuaren 指导的黑白片《罗马》 叙述他1970年代在墨西哥市的童年点滴 本片让他抱回两座金球奖 当中还包括最佳导演 而《罗马》若入围将有机会成为Netflix首部 争夺奥斯卡最高荣耀最佳影片的电影 名单上还有老片新拍的经典音乐爱情片 一个巨星的诞生 由美国男星布莱德利库博 Bradley Cooper自导自演 带领流行乐歌机女神卡卡 Lady Gaga共组强势双人阵容 本片在金球奖惨遭滑铁卢 仅赢得最佳原创音乐 但女神卡卡仍在影评人大奖 Pritics Choice Awards 上班回忆成 与爱妻The Wife的葛伦克罗斯 Blend Close 打成平手 双获最佳女主角 喜剧片 幸福绿皮书 Green Book 在金球奖成大黑马 三度经验四座 更在周末勇夺美国制片人工会 Producers Guild of America 最佳影片殊荣 话题热度增温 在预测名单中还可见到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 包括另类宫斗篇 珍宠 The Favourite 美国前副总统钱尼 Dick Cheney 传记电影 为副部人 VICE 以及全非易卡斯阵容的漫威畅销 超级英雄片 黑豹 对许多专家而言 美国影艺学院数千名评审站在历史交叉口 他们是要选择艾芳索科朗的杰作 还是能赚进大把钞票又和众人口味的优质卖作片呢 创办网站Awards Daily的奥斯卡长期观察家史东 Sasha Stone 说 奥斯卡现在有个选择 事实上 是两个选择 是者生存 不是者淘汰 他预测 这个改变可以将他们带往一个方向 也能让他们前往另一个方向 他说 黑豹 提供了一个选项 他赚进足够票房 让人们觉得自己可以支持这样的电影 中央社 赚进足够票房 是个选项 是个选项 他人们都会掉 我上次的换柿 是个选项 那是个选项